胎剂 听我医生朋友说过 胎剂的发生率大概是10%到12% 也就是说 每100个新生儿里 会有10到12个是拥有胎剂的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胎剂呢 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医学解释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种胎剂非常诡异 似乎跟前世有关系 那一年我才10岁 住在炼油厂的家属院里 爸爸是炼油厂的电焊工 妈妈是会计 在家属院的后方 有一块非常非常广阔的空地 是炼油厂用来放置钢材设备的 那里面堆满了铁板 铁柱 钢筋等等 而且四周都是杂草丛生 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那块空地上度过的 爸爸有个同事 姓罗 就是住在我们家楼下 他儿子罗生跟我是同班同学 所以我们经常一起上下学 一起去家属楼后面的那块空地玩耍 有一年冬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刚入冬 雪后出晴 而且天气很冷 我们一帮人在雪地上堆雪人 堆完了雪人之后就开始打雪仗 你追我打的 这被打败了的小伙伴呢 就开始拼命的逃窄 当时有一个小伙伴非常机灵 伸手也很敏捷 呼吱呼吱的就爬上了一个悬空的铁板上面 因为离地面有三四米 而我有恐高症就不敢上去 可是没想到罗生二话没说 挽起了袖子就往那悬空的铁板上面爬 因为之前下过雪 这铁板上又非常的滑 罗生刚爬到最高一层的时候 脚下一滑就摔了下来 我赶紧的跑过去看的 结果发现一根弯曲的钢筋 从他的后脑勺插进去 又从右耳朵里面出来了 那咕嘟咕嘟的往外冒着血 染红了好大一片 我当时吓得是一路跑一路哭 到楼下的时候 才大声的喊出救命了 当时家属区里边的工人都去上班了 只留下了一些老人 这老人们随我们赶到现场 看到是这个情况 吓得又去找人去厂里边喊 等罗生的爸爸赶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呼吸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看着天空 那是我见过最恐怖的一幕了 至今意义有心 后来罗生的妈妈从外地打工回来 抱着儿子的尸体 不断地嚎啕哆大哭 嘴里边一直念叨着 郑啊 我的儿啊 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呀 就这样哭了好几天 眼睛都哭肿了 又过了几年 我上了初二 罗生的妈妈又生了一个孩子 取名叫罗小生 这估计是对罗生的那种思念吧 也算是有一种寄托 罗小生出生不久 家里边就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他的后脑勺中心的位置 竟然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疤痕 医生说 那是胎记 可随着罗小生的长大 那个疤痕也越来越大 似乎越来越明显 几乎可以用肉眼看得到 同时呢 他的右耳朵后面 也长出了一道疤痕 就跟当时那悲剧发生的时候 罗生插入钢筋那地方 是如出一辙 连医生也无法解释 这是个什么原因 罗生的妈妈相信 这是罗生转世投胎 又做回他儿子了 如今罗小生都已经读大学了 跟他哥哥罗生一样 总喜欢跑到我家里来玩 要么借书 要么游戏对战 有一次我跟他提起了 罗生惊人相似的巧合 他自己也觉得特别的神奇 但是又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后来罗小生跟我说 我一定要对我爸妈好一点 因为在我身上 还有一颗哥哥呢 我要帮哥哥尽一份孝心 也许这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吧 听完了这个故事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没有丝毫的虚假偿问 我记得东方卫视 曾经有一个纪录片 讲述的是湖南洞族有一个村子 那里边一百多号的再生人 他们都有前世的记忆 能够如数家珍一般的 说出前世的姓名 家住何处 做过什么事 怎么死的 所以 前世今生这种事情呢 虽然是玄幻 但似乎还是有证据 存在的 也许某些特殊的胎记 也就是前世记忆的一种表现吧 你们觉得呢 人生下证据 接下来 我们不可以 喝完 咱们 谢谢大家